Hello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8月的随时平台玩掉啥 由国内独立游戏工作室 云山小雨开发的《山海旅人》 将在8月10号发售 这是一款充斥着传统中国神话的 2D冒险解谜游戏 我们将会感受来自于 民间智怪故事中的风景和人物 诸如黄泉路、黑白无常 牛头马面和土地公等等 主角七云受黑白无常的委托 前往一个小村庄 原本繁荣的村庄 已经变成了一片荒芜 妖鬼横行 幸运将利用自己可以回溯时间的能力 在这里调查灵魂无法投胎的原因 并解开隐藏在村子背后的真相 喜欢像素水墨画风的玩家 可以关注一下 在一代出货成功之后 胡闹搬家2也要正式上线了 玩家可以和最多三位好友 一起穿上搬家公司的制服 开启一场忙碌搬运 并打包配送的旅程 目前我们可以在eShop里 率先体验到试玩版 这款非常适合多人有外的游戏 将于8月15号发售 这是全局中文 吸血鬼幸存者 像素风下的Role-like玩法 配合上掌机的使用场景 这无疑又是一款出色的杀时间神器 这款游戏的玩法非常简单 通过一次次的选择 让角色变得越来越强 直到我们可以在怪物的重重包围之中 生存下去 其实最近不少弹窗夜游和手游 都有和它神似的地方 对于喜欢这个类型的玩家来说 我们唯一需要关注的 就是本作在Swiss上的优化水准 到底如何了 本作将于8月17号发售 这是全局中文 神之蟹毒2 这是一款类银河恶魔城横板过关游戏 本作一代的人物操控比较僵硬 对于不习惯古早手感的玩家来说 前作带给你的 可能只有硬核难度之下 赤鳖的回忆 不过根据神之蟹毒工作室 透露的信息 他们已经把一代的代码库 全部扔进了垃圾桶 也就是说 二代并未使用前作的任何代码 而只是利用前作中获得的经验和资源 从零开始制作一款全新的续作 这无疑也给玩家带来的足够的期待值 本作将于8月24号登陆Swiss平台 接下来是一款画风非常讨喜的 像素风RPG游戏 星之海 本作由信史的开发组制作 和信史处于同一宇宙设定世界观之下 但在时间线上 位于信史之前 可以被试则看作信史的前传 本作包含了数十个原创人物和故事线 并充斥着意想不到的故事转折和事件展开 在传统回合制的玩法之上 融入了富有动作气息的QTE玩法 还附带了很多轻松休闲的小游戏 诸如烹饪、钓鱼和酒馆里的桌游玩法 这款游戏将在8月29号发售 只是全虚中文 目前我们可以在eShop中下载到摄耳版来先行体验 最后是来自于世家出品的桑巴摇摇乐派对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用Joy-Con来模拟刹锤 摇起来、摆起来、舞起来 本作包含了针对派对的双人模式 还有和世界玩家同场竞技的全球派对玩法 这款游戏支持中文将于8月30号发售 那么好的 我们今天这一视频道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您的观看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